這部是我們全新推出的SX Edge Plus 這部是我們下部獲得一個藍色手機的 這次SX Edge Plus除了鏡頭大了 其實我們有很多功能都升級了 例如我們這個People Edge 其實在之前的版本 其實只可以設定一些content的資訊 但這次我們除了可以做這些content的設定 我們亦都可以加上一些客人喜歡的 或者是常用的applications 包括比如WhatsApp、Facebook等 可以用一個很快捷、很快的捷徑 可以讓我們的users取得一些applications 另外一件事 今次我們在這個People Edge這個功能 亦都做了很多改善的地方 例如這個指標 就是可以一抹過來 就可以開到那個People Edge的功能 其實可以上限一個位置 可以因應users的app方便去整理 例如我開這裡 我按這個按鈕 開這裡 我把這個按鈕 按鈕 按鈕 其實這個Fast的access button 就去了上面 這些是一些我們在這個Edge 在一些改善的地方 首先那個camera 就是可以在一秒內 不只需要按一個空不層兩下 就可以很快地開啟到一個camera 亦都在拍攝中 我們是使用4G的 亦都可以給一個非常清晰的影像 其實在硬件上面 除了個螢幕大約之外 它是5.7吋 亦都是我們是使用2G螢幕 另外就是我們支援Fast charging Fast charging 其實在我們上一代的S16 Edge 就已經有了 但是我們現在是進展到 甚至無線的Fast charging 亦都可以是 applicable 所以其實這個在Charger上 是一個都頗大的改善 尤其是很多的users 就說現在的 常常上網 或者想看這個video 還有這部機 有些人都會留言 就說你沒有這個battery 那會不會是 沒有一個外置battery 會不會有特別的問題呢 其實就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的battery 已經是需要很久 再加上這個Fast charging 譬如說那個users 或者我們的consumer 一早起床 一早起床 擦洗碗10分鐘 那其實我們可以 擦到多少小時 可以擦到多少小時 可以擦到4個小時 擦洗碗10分鐘 你會說